美国民众要做好准备了 要过苦日子的准备 因为利率上升 而商喜这个席就是各个贷款支母 所以会加重了房贷车贷 以及信用卡这些贷款的负担 同时失业率也会攀升 有些人会丢掉工作 所以保尔说的苦日子痛苦的程度 就是有个经济指标 我们大家看到叫做痛苦指数 它可以用来衡量 而它的计算方法是失业率加上通膨率 我们就算算看了 根据最新预估 如果今年失业率是3.8% 那通膨率是5.4% 这样的痛苦指数已经突破了9 画面上你看到是9.2 那么以去年底的预测数据来算 痛苦指数原先预测才只有6 所以从今年不断上修的通膨率和失业率 看起来美国民众现在是真的准备要过苦日子 那么保尔在决策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他还说了 他说美国房市现在严重的失衡 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能够再维持下去 那么随着联准会继续升息 买房的房贷压力就会加大 那美国的房市也有可能转向不入修正 好 透过数据带您看到了来看看美国CPI年森率的变化 在今年6月标破9%之后7月和8月都呈现下降 但是在灰色部分仔细关注了比较下方的灰色部分就是所谓的住房成本 他们对整个整体通膨的贡献是持续上升的 在8月住房成本对于整体的通膨贡献是2.1个百分点 那么所有其他项目合计则是6.2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代表整个住房成本呢 站在通膨率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 CPI中的住房成本除了包含租金 也会把买房子的成本叫做购物成本 换算成预期的租金一起来统计 而经济学家预期接下来的住房成本将会撑住通膨抵消其他方面的物价下滑 而且可能要等到经济衰退 租金才有望下降 而从房租开始下滑到要反映在最后我们看到的CPI数字上 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买家们站在房子的门口犹豫不决 虽然房价有下跌的迹象 但房贷利率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考量 不过联准会主席鲍尔并没有太过悲观 联准会重压通膨 21号宣布升息三码 外界预测美国房市恐怕即将逆转 根据抵押房贷证券公司房地美15号的报告指出 30年其固定利率从一年的2.86飙升到6.02 创下2008年的新高 今年8月美国乘务销售连续下滑第7个月 交割年率下降0.4% 交割数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480万户 也是2007年次贷风暴房市崩盘以来下跌持续最久的一次 建筑材料供应链持续紧缩 拉抬房屋成本 除了让房市降温 家具零售也受到冲击 面临库存和价格通涨的压力 美国商务部指出 8月的家具用品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1.6% 家电类商品更下降5.7% 企业甚至爆出采源潮 联准会力达通膨恐怕也将重创方式 新新闻林媒介 王中英报道